嘿 哈導人 今天呢 我們要幹嘛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來把我們上次這個 票選活動的一柱之汗烤鴨給處理掉 OK 我們上次這個 票選的這個烤鴨跟烤雞呢 我們這烤雞大獲全勝 雖然說我們這個牛鷹一面倒是選的烤鴨 不過呢 這個烤雞贏了 我們就只能吃烤雞 不過 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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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大家都這麼想要看我吃烤鴨 我覺得我這個不拍一下 對不起那些觀眾 所以說呢 我們就買了這個 北京烤鴨 這個一壓兩吃 那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鴨架呢 給他炒一個三杯小辣 然後 他還有附我們一些這個 蔥蒜 然後跟這個麵皮 還有我們的這個 片鴨 這個片鴨 那我自己個人呢 也是非常喜歡吃烤鴨的好不好 因為是吃這個想鴨的烤鴨 雖然有點貴 但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把這個鴨架呢 拿出來 然後我們準備一下 就來開吃一下我們這個 北京烤鴨 一鴨兩吃 OK 各位我們剛剛就看完了我們這個倒出我們這個壓架的畫面還有我們這個壓盤的這個鏡設 這個畫面我們現在開始要來吃我們這個鴨肉了好不好 那我們先喝一口我們這個栗枝醋 好酸 等一下喝這個解膩 OK好 那我們這個身為一個 滿足的男人我們就直接用手 用手抓了好不好 我們就不用再用什麼筷子的一些的 好 那我們首先呢我們先來吃我們這個 捲的 這個捲餅的 然後這個 餅皮讓大家用一下之後呢 沾一下這個 這應該是甜麵醬吧 我也不太清楚這個醬 但是 你知道這個醬是一定要沾的好不好 來 吃一下 哇 這個餅的這個韌性 然後配上這個 這個知道什麼 這個 蔥段 然後就像這個鴨的這個油香味 喔 這樣吃得好爽喔 那我們就吃一個這個 這個牙枝 不是我在講 他們這個鴨架炒得也不錯 炒得也不錯 這個 這個小辣的辣度呢 我覺得辣度剛好 然後它這個整個味道呢 都有給它沖進去這個 鴨肉裡 它那個 骨頭的香味 哎呦 這挺正典的 哇 爽爽爽爽 好 好 我們再吃第二片 嗯 哇 這樣子一個人吃這個烤鴨好過癮啊 這個鴨好多呀 好爽好爽 啊 看這個 這個鴨肉 然後這個皮 哎呦 晶瑩剃透啊 哎呦 怎麼受得了 好油好爽啊 我忽然覺得這樣子啊 這樣子吃呢 應該比較不會那麼容易飽 因為假如說我直接吃整隻烤鴨 那應該會非常非常的油 不過我現在這樣子吃 然後還有配這個餅皮整個膩 然後再配上這個 這個算是三杯啊 炒這個鴨架 哇 比較多種吃吧 這個吃起來比較不會膩啊 不然的話這個整隻烤鴨吃 我覺得應該會太油 哇 然後你看看這一塊 哎呦 這個皮 然後這下面這個 幾乎都是它這個脂肪 然後沒有什麼肉 這一塊肯定有的爆炸 哎呦 哇 貴 好貴啊 哎呦 哇天啊 像一個人這樣吃 哇好爽 小時候你有沒有覺得 這種片鴨 好像一家人吃 好像吃不到幾片 然後就沒了 就是外面那種餐廳吃 然後很快這個鴨 你現在就沒了 但是一個人吃之後 發現這個鴨真的好多 好快樂 哎呀 真是幸福耶 哇 這家好吃 下次 下次買一個一隻 去我爸那邊 跟我爸一起吃一下 哇 真的很爽 哇 這個餅皮的部分 液晶 被我吃到現在最後兩片了 哇 可見我到底吃了多少 哇 然後這個鴨鴨 它 它看似很多 它其實真的是沒什麼肉 你知道嗎 所以它這個吃起來 它的飽足感 其實沒有那麼的 呃 這邊啦 它不會對我太大的影響 不會太大影響 主要還是這邊這一盤肉 還有它這個餅皮 它會比較影響我的飽足感 這邊的話就是一些小碎肉 然後不是吃它這個骨頭香 這個鴨真油啊 真香 哇 我們的這個鴨呢 也已經吃完了 好爽 好過癮 啊 那我們現在這個 吃完之後呢 穿越這種 血旁開始 BOO高的感覺了 好不好 Oh my God 剛才有一股睡一團衝上來 真的是好爽 這完完全全就是要享受 待會就是吃飽睡 睡飽吃的生活 再我們吃我們這個鴨鴨 再吃這個鴨鴨之前呢 再吃個兩口 剛後面那幾塊 單吃真的是偏油 這個餅皮呢 吃太快了 應該留個底片 這個醋好酸 OK 各位 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奮鬥呢 我們終於把我們這個鴨鴨也給吃完了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次吃的這個爽感的比我們這個烤雞來的舒服很多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也很少吃鴨肉的關係 所以說吃到鴨肉的話那個膩的感覺會比較比較少 而且外加就是我們還有做一些其他料理的方式 所以整體吃起來的比較不會那麼膩好不好 那我個人呢 給予我們今天這個 一鴨兩吃北京豪鴨九份豪子豪過癮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準備去洗個碗 然後把這個骨頭倒掉 然後去倒個垃圾 那我們就要結束這部影片啦 那要說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我就覺得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